大家好,欢迎在我们课诺的翻译教程 欢迎赞进去解明法语教程 大家好,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课文 这个课文因为比较长 句子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把它讲透 然后我们开始到第二部分 下面的一段终于讲到7月14号这个事情了 au matin du 14 在14号的早晨 la foule se porte en masse aux invalides la foule 人群 对吧 那 se porte en masse aux invalides 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 les invalides 我们在之前已经认识过了 是容军院这个地方 所以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我们课后也有一道练习 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是对的呢 la foule pénètre de force dans les invalides pénétre 进入 那么de force呢是一个复词短语 force 力量 那de force呢指的是 en utilisant la force en tant que violence 用到力量甚至是暴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强行 la foule pénètre de force dans les invalides 这个人群呢 强行的进入了容军院 et puis une foule nombreuse se rend aux invalides 人数很多的一群人 se rendre à 向什么什么地方前进 去到哪里 他们去到容军院 si la foule est massée devant les invalides 人们聚集在容军院门前 我们看到这句话里的massée 它也是一个动词了 那它呢有两种用法 首先可以表达和assemblée相近的意思 massée quelqu'un 使某些人聚集起来 把他们集结起来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 用到的是它的第二个意思 它做的是不集物动词 也就是自己集合聚集起来 那我们也会看到 它在做不集物动词的时候呢 用的是être来做出动词 la foule est massée devant les invalides 他们聚集在了容军院的门前 其实这三句话看起来 意义相差的并不是很多 对吧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细节的考察了 哪一句话和原句意思是最相近的呢 la foule support en masse aux invalides 其实考察的是对于supporter 这个动词的理解 porter quelque chose 拿上某样东西 或者把它带走 对不对 那么supporter呢 把自己带走 所以就是前往某个地方 因此supporter和 se rentre à 也是一族信义词 指的是前往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三个选项里面呢 b选项是最贴近 它原文的句子的 une foule non pose seront aux invalides 它强调的是这个流动性 这一群人在往那边移动 那么原句当中的en masse呢 也是一个副词短语 指的是人很多 所以我们回到课文里 说到的是14号这天早晨 有一大堆人向着容军院的方向去了 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les invalides o elle trouve des fusils et des canons 因为在容军院这个地方呢 他们可以找到 des fusils 枪支 et des canons 还有打炮 那我们注意这里的l指代的是什么 前面的la foule 因此它也同样是一个集体性的名词 虽然指的是很多人 但是如果要用一个代词来代替的话呢 应该是用单数的l o elle trouve des fusils et des canons quant aux munitions 那有枪有炮还不行 你还得有弹药对不对 les munitions 指的就是填到枪支里面的那些弹药 说到弹药呢 elles sont ditons stockées à la Bastille 人们说 它们是被储存在 la bastille当中的 c'est pourquoi on va prendre la bastille n'est pas 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要去攻占这个巴士地狱了 en route donc pour la bastille 这句话呢 也有一些省略 它指的是 on est donc en route pour la bastille 所以人们就 踏上了 去往巴士地狱的道路 par la même occasion 通过一个相同的机会 所以它指的是 趁机 顺便 利用这个机会呢 on delivera les victimes de la tyrannie 他们呢 当时打的算盘 其实并不只是 为了弹药而去的 他们还要顺便 去把关在那里的 国王暴政的受害者 给释放出来 再顺便呢 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 已经要去发起革命了 对不对 那这句话当中的几个新词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首先 释放 拯救某人 delivre delivre quelqu'un 因为 livre 指的是 送交上去 对吧 把人 送交给这些机关了 或者 送交到国王面前了 那就是 要被抓起来了 那么delivre呢 就是和它相反的一个动作 所以是 把已经关在里面的人 给释放出来 把他们救出来 而他们要救的是 les victimes de la tyrannie du roi 为什么这里打引号呢 肯定是当时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说关在巴士地狱当中的那些人 都是国王暴政的受害者 la tyrannie 专制 暴政 那我们也可以顺便记一下 它的形容词形是 tihan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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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 保证的 tihan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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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闹事者 暴动者 那它的动词形式呢 tihan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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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闹事者 franchisse le pont levis tihannique 他们越过了一座桥 首先franchir 这个动词我们以前见过的 指的是越过 跨过 那么franchir le pont levi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一座 保雷 forte reste的门口 会有一座怎样的桥呢 所以 le pont levis 就是 保雷门口的 那个吊桥 il franchisse le pont levis et entre en force dans la forteresse 好 那这里还有一个词组 en force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 很暴力的 那暴力呢 我们之前刚刚学过一个 叫做de force 对吧 那这里的en force呢 意思和de force 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指的是 en masse 也就是 être nombreux 数量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注意区分 de force和en force 这两个词组 它们所指的方向 是完全不同的 de force 暴力的 en force 大量的 那在这个forteresse的后面呢 还有一个关系从事 对它进行说明 qui nest de franchir 百八十 在法国服役的瑞士兵 那他们是在谁的带领下的呢 sous les autres de 在某某人的指挥下 ordre这个词 我们应该掌握它的两个意思 首先它可以指秩序 但在这句话当中呢 它的意思是命令指挥 sous les autres de quelqu'un 在某人的指挥下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当时巴士抵御的监狱长 de l'aune et celui-ci 那这里的 celui-ci指的是谁呢 就是前文提到的 le gouverneur de l'aune celui-ci affolé 同样是一个形容词 做同位语对它进行修饰 那么affolé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呢 疯狂的 十分慌乱的 它也是来自动词affolé 这是一个直接节目动词 指使某人疯狂 使某人神魂颠倒 所以我们可以说 les stars 一些明星啊 affolé les filles 这些明星让一些女孩子 一些迷妹们 神魂颠倒 对吧 les stars affolé les filles et les rumeurs de guerre affolé les populations 将要开战的谣言 使人们感到非常的恐慌 所以这两句话当中 它表现出的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affolé这个形容词呢 指的就是疯狂的 它可能是为了什么人 而神魂颠倒的那种疯狂 也有可能是因为慌乱 而整个人发疯了 在这句话当中呢 明显应该是第二个意思 它非常的慌乱 到了疯狂的地步 它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 fait dire le gano 这句话当中用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威发点是 fait faire的知识啦 同学没有看出来吗 fait dire le gano 让人开炮了 嗯 我们说开枪 开炮 都可以用tire这个动词 那么fait dire le gano呢 虽然没有指出具体是谁 但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到 一定是他所带领下的 那一些伤残的士兵 以及那些服役的瑞士人 但是在这句话当中呢 他们并不是主角 所以我们用到了fait faire这个句式 直接指让人开炮 il y a plus de sans victimes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命令 这样的一个举动 就有了一百多个受害者 那这一百多个受害者当中 肯定大部分都是参与攻占巴士抵御的一些市民了 因此他们的心中肯定是非常愤怒的 这种愤怒的情绪呢 我们有一个名词来表示 叫做 它和golère就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了 golère只是生气而已 那fait faire呢 就是非常狂怒 慎怒 暴怒的情绪了 因此在下面一段当中 开头又是对于这些攻占者的一个形容 ivre de führer 那ivre呢是形容词喝醉的 而在这个地方呢 他用到了一个隐身意 表示陶醉于 沉醉于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表达 大家可以直接当作词组来记 etre ivre de 什么什么 意思就是沉醉于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 比如说沉醉于爱情当中 爱得非常的狂热 etre ivre d'amour 已经失去理智了 沉醉于这样的情绪当中 那在课文当中呢 它是 êtreivre de führer 沉浸在暴怒的情绪里面 那因为是做同位语 放在巨手 因此直接用了ivre这个形容词 ivre de führer les insurgés traînent de l'onnet à l'hôtel de ville 这些insurgés 很明显又是一个指那些起义者的名词 对不对 那insurgés呢 指的是暴动者 造反者 起义者 它也是来自动词insurgés 那这个动词呢 我们一般是直接使用它的 代动词形式 sinsurgés sinsurgés contre quelqu'un ou contre quelque chose 分其反抗 为了反对某人或者某一东西而起义 sinsurgés contre 比如我们可以sinsurgés contre le roi sinsurgés contre sinsurgés contre la tyrannie 他给杀掉了 massacré 专门指 比较残忍的那种残杀或者屠杀 那比权也是程度要高很多了 那所以如果是屠杀这个名词呢 叫做un massacre un massacre 我们看到也是简掉一部分形成的名词 对吧 massacré massacré il est massacré en même temps que le prévu des marchands flécile 那和他同时被杀害的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flécile 他的职位呢 是当时的市长 le prévu des marchands 那这个名词呢 指在当时使用 指的是当时的巴黎市长 那现在的市长叫做什么呢 le maire mer 那在这句话当中 还有一个表达 en même temps que 和谁谁谁同时 en même temps que les deux têtes sont promenées au bout d'une pique dans tout Paris 这两个人被杀害以后呢 手机也被砍了下来 les deux têtes sont promenées promenées 很有画面感啊 带着这个手机的散步 在溜他 所以是在整个巴黎城里面 寻回的展示啊 那它是挂在哪里呢 au bout d'une pique 挂在一个长毛的上面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 dans la fameuse prison 在这个著名的监狱里 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 bien sûr c'est la bastille dans la fameuse prison il n'y avait que c'est détenu 当时 其实在那个监狱里面呢 指关押了七个犯人 détenu 是由动词 détenir的过去分词形式 演变而来的一个名词 那détenir呢 指的是掌握 持有 或者拘禁 监禁 détenir quelqu'un 把某人拘禁起来 那么détenu呢 指的自然就是 被关押 被拘禁的人 也就是犯人了 当时在那个监狱里 其实只有七个犯人 而且呢 dans de fou et quatre foucères 其中两个是疯子 fou的话呢 就指精神有问题 那种疯了 et quatre foucères 还有四个呢 是造假币的 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犯人 fouser和形容词 fou有关联的一个名词 弄虚作假的人 也就是伪造假背的人 也就是说 当时只有一个 是真正意义上的犯人 la demolition de la bastille demolition 来自动词 demolir 指的是 拆除 拆毁 那在攻占了巴士 抵御之后呢 人们把它给拆毁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主语就是 la demolition de la bastille ce symbole de la barbarie 这是la bastille的同位语 它是一种野蛮未开化的象征 un symbole 这个我们肯定认识了 那么barbarie呢 指的就是原始未开化 那它的形容词形式呢 野蛮的未开化的就是barbare barbare 所以我们说原始人也是 un barbare 它是形容词可以直接转变为名词的 那这个词怎么记呢 其实很有意思啊 那原始人 他们肯定语言上面 没有这么的精细 基本上开口就是barabara barbare 这样的一些音 所以这个词可能是这样来的哦 barbare 那 b la demolition estopped c la demolition nestopped 那么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 a选项 它指的是 尽管有一些情况的发生 但是 人们还是决定 拆除 barbare 那这句话当中呢 其实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non bar mon non bar mon 它指的就是 仍然 还是 commen tout meme 那可能从这句话当中呢 大家不太好理解 我们再看几个例句 比如说 虽然他生病了 但他仍然还是出去玩 除了我们之前学过的bienque来表达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non bar mon 的形式 那就是 il est malade il n'en sort pas moi pour s'amuser non sort pas moi 所以 这个non 和pa当中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动词 那 大致地理解一下他的意思 就是说 虽然他生病了 他也没少出去玩 他还是出去玩了 对吧 il est malade il n'en sort pas moi pour s'amuser 再看一个句子 即使他找到了工作 他还是会担心他的前途 并不会少担心一点 从这两个句子当中 我们应该可以更好地体会到他的用法了 那么 在原文里面呢 他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malade cela sula 指代的就是前面那句话 虽然说这个巴士地狱里面呢 就关了七个人 而且两个是疯的 四个是造假币的 但是 人们还是决定 要拆除他 这样一个野蛮的象征 而且呢 这一决定 马上就被执行了 la demolition de la bastille non n'est pas moi décide 仍然还是被决定了 et commencer 并且被执行了 那么执行 有一个副词修是他 叫做 sur le chan sur le chan 马上 立即 哎 我们会发现 他和中文里面不一样啊 我们说马上呢 是在马的上面 而他们说马上呢 是在田野上 sur le chan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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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chercher l'équilibre je tombe des envies font toujours ce qu'elles veulent de moi et tant pis si demain tout tombe c'est parti c'est parti